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秦浩却责备一能镜 没有照顾好女儿 自身的一能镜不仅大哭 还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耳光 很多网友看到这一幕 都纷纷大肆评论秦浩根本不爱一能镜 就是一个甩手掌柜 纷纷开始同情一能镜 成为一能镜下架秦浩还不幸福 说到一能镜下架 其实秦浩在遇到一能镜之前 就已经享有成就 2011年 凭春风陈跪的晚上 获第47届金马奖最佳男演员提名 2011年 获第11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男演员提名 2015年 凭推拿 获得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2015年 获澳门国际电影节金洋奖最佳男演员奖 然而这些头衔 并不能将秦浩的演艺生涯 推上一个高度 反而是跌到了一个低谷 因为秦浩2000年中戏毕业之后 他坚持一定要找大导演的好剧本拍 所以第一年 他连续推掉了七八部戏 到了第二年 他又推掉了三部 到了第三年 就根本没有剧本再找他了 后来殷能静在节目中说到 秦浩在遇到殷能静的时候 是事业的低谷 一年只挣了几万块钱 连结婚戒指都没有买 而最近秦浩通过豆瓣8年9分 高峰聚集 隐秘着角落 而终于火出圈了 秦浩带你去爬山 秦浩秃头等话题 持续罢评各大社交媒体平台 而52岁的殷能静 出站火爆综艺 乘风破浪的姐姐 也引来了不少的关注 两夫妇还同期参加了综艺 婆婆和妈妈 前不久 两夫妻还共同直播大秀恩爱 有网友称 现在感觉自己的生活 被两夫妻填满了 不管去哪 都能看到这两夫妇 两夫妇可真为是 360度全方位吸情 网友也纷纷开始 评论羡慕这夫妇的爱情 而人红是非多 最近这对夫妇 却开始昭黑 险切翻车 先是余成静的粉丝 发铁大骂易能静 称易能静颠倒是非非白 用麦踩 踩哈林来给自己洗白 还拉出易能静 婚内出轨的飞料 还称易能静买通稿 称是因为 余成静的妈妈 对自己的冷暴力 所以才被迫出轨 大夏天的这波瓜 可为送的非常之急事 而易能静最近的一波采访 也引来了大量的骂声 在采访中吐槽到自己 交另外两个团员 唱歌10个小时 嗓子都娇哑了 而另外两个团员 却还是语音不全 还说了自己的队友 以排名倒数第一的 被淘汰的王智 在被淘汰后 一直抱怨外界因素 而不是自己的唱歌问题 但易能静却在表演后 立马对镜头收到 而反悔声音 易能静不仅在采访中 踩了自己的队友 而且还踩了梅艳芳 说完自己觉得 自己很幸福后 易能静也说道 如果你先完成自个戒指 那很惨 因为你的事业已经到底 那就会像梅艳芳一样 因为他一辈子都在寻找爱 而算到最后 他已经瘦成那样 在台上都要穿点白纱 人生不能到复 网友纷纷说 你比梅艳芳幸福这事 我们都知道了 还有网友对易能静 正在梅艳芳身上 找桌月板的行为 大感不妥 纷纷在视角平台上 谴责易能静 而梅姐生前 其中一位爱徒谭耀文 对于已故恩师 被无故重伤 谭耀文说道 人呢 休养和情操高低 立即可见 梅姐的情操高到 天降至大人 巨人巨星及气部 仁义技术 成就桌月 一生忠诚奉下给 每一位亲朋好友和梅敏 所以直到今天 深爱梅姐的人 仍数以万计 甚至亿亿万 谭耀文更叫网友 不必为易能静言论 而大动肝火 不需动气 这种场面呢 以梅姐的气度 应该会一笑而过 其实呢 小编觉得 演艺圈本来就是非话题多 有人捧便有人惨 大家喜欢看便多看良 不喜欢看 屏蔽便捧 如今真恩秀大火 卖人设 亦或是真性情 也许都是 荧幕上的 是是非非而已 粉丝们没有必要 谈过象征 而不妨 多关注自家明星的作品 来得更实际 毕竟真恩秀的热点流量 就会过去 而好的作品 才会使艺人们 长期站在C位上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